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这些情绪就会藏在前意识中 说不定就通过磨牙表现出来 一些狠毒外来的刺激也是引起磨牙的原因 比如喝酒 咖啡 吸烟 吸食毒品等 至于老人们说的小孩睡觉磨牙 是因为肚子里有蛔虫 这并没有什么关系 四 睡眠时腿抽筋 睡觉腿抽筋的原因比较多 最常见的是缺带 缺美导致的肌肉净乱反应 有些老人频繁会抽筋 可能是由于下肢动脉周样硬化斑块形成 引起下肢动脉狭窄 闭塞 进而导致肢体慢性缺席 这种情况比较危险 发现后就要提早治疗 各位朋友 你睡觉时遇到过这四种情况吗 你还知道哪些睡觉时会出现的问题呢 不妨在下方评论区留言 分享你的生活经验